今天我來到Mini的全灣總部 很厲害可以一次過試到三款Mini electric電動車 包括我最期待的這部J01 Mini Cooper SE 還有Aceman SE 以及Countryman三款電動版Mini 究竟哪款最好玩 哪款我最想買呢 相信大家對今次的Mini family 純電車系列一些都學生 而今天亦都是全新第一次 全線電車的傳媒世界了 因為很公平邀請到 好馬克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陳祖安執行董事 秋風為我們支持 321 Yeah Yeah 我們今天就在Mini的全灣的show room 上去大帽山 然後再到迪士尼 最後會到尖沙咀的pultron 好現在出發了 我第一輛駕駕駛是Coopers SE 就是我最期待的J01 我就是駕駛藍色車 今天大會有這個路線給我們 這個路線 首先在荃灣出發 我們會去大帽山 然後再進入欣澳 迪士尼 然後再到尖沙咀Rosewood酒店 我們可以輪流試到三款不同的車 首先我會試J01 J05 以及U25 今天會有11輛車一起出發 很厲害很壯觀 第一次Mini 搞一個這麼大型的Media Drive活動 有關這三款車的詳細介紹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們今天的試車是Convoy形式 即是車跟車 我們11輛車 由頭到尾帶著走路 這輛車是一輛黃色Coopers SE 然後有駕輛陳先生 在前面 後面有些Aceman Countryman 今天試車的時間不太長 只有半天 主要是一個初步體驗 第一轉就是上大帽山 可以徹底體驗到J01的操控特性 簡單來說 這輛J01配了54.2kWh的鋰電 前驅馬力218匹 扭力也有330Nm 這輛0-1版是6.7秒的 這輛車的效果已經比以前的汽油版JCW 這輛車的體積比之前的Coopers 大一點 但在電動車來說 它也是很小的 它的車重也不太誇張 只有1600多kg 也在電動車來說 它是比較輕的車 很爽的這輛車 它的加速表現 有電動車的instant torque 以及它的反應很靈活 整部車是很有信心去共玩 電動車少有 它的慣性很低 駕駛起來 你完全不覺得1600多kg 這輛車的避震是抵抗的 沒有電子吸震筒 其實在大毛山這段傳感公路上也不算太硬 路雖然很抵抗 但整輛車都很穩定 我覺得它的避震設置得很好 很棒 一收油它就像以前的Pops and Binks 增加駕駛激情感 這輛車都足夠力 相比起以前的汽油板 都是更加豪力的 它的Torque Vectoring也不錯 在彎中比有的車 會扯進彎中 很好 它的轉向 它的steering ratio也夠快 但路面感就沒有以前汽油板那麼直接 還有你有時會覺得它的輔助力 是不太合理的 說說這輛車的價錢 28萬多 我覺得 如果相比起之前的所有汽油版MINI 這輛車真的非常值得賣 雖然有很多國產車便宜很多 但POWER TO WEIGHT RASO 它的操作不是這種感受 雖然這輛是一輛內地製造的MINI 但它MINI的DNA是完全存在 你覺得這輛車 還有質感及用料 都不是一般國產車可以相比较 試完這輛車 令我更期待的是那輛真正的JCW版 究竟再會強調多少呢 好 來到大帽山停車場 我之後會換一輛ACEMON 看看感覺會否不同 都不可以買到這輛車 都不買到這輛車 是不買到這輛車 但是已經買到這輛車 是不買到那輛車 沒有豆芋花 沒有豆芋花 是假的 是不買的 你以為有豆芋花 那是有豆芋花 我們也就贏了 我們我們買到這輛車 上來大帽山我現在就轉了另一部車 是 Aismund J05 其實它的 Power Train 跟我剛剛試的 J01 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用回 54.2kWh 的鋁電 輸出馬力一模一樣 Range 是 406 km 同樣支援 DC 95kW 的快速充電 這部車的底盤和 J01 一樣 不過軸距長了一點 就是一部五門五座位的一部小型SUV 實用性比之前的 J01 會較強 剛才試的 J01 操作非常厲害 這部 Aismund 用相同的底盤和 Power Train 更大一吋的 Tiling 看看操作會否更加好 我們現在就在大帽山停車場出發 再到荃灣 下一個點就去迪士尼 欣澳 這部車第一個感覺就是坐得高一點 整個外望視野都很廣闊 就是一部很典型的SUV 空間感 對於要求實用的人來說 這部 Aismund 當然會給 J01 優勝 這部車是用高卡模式一樣的 它的聲音和之前的 J01 是一樣的 收油亦是有些 Pops and Bangs 的聲音 這部車因為軸距長了一點 你覺得整部車在彎中更加穩定 馬步更加平均 加速力我覺得差不多 剛才的 J01 更好一點 當然因為這部車也輕了差不多 100 kg 這部車唯一美中不足 我覺得是沒有了 Pedal Shift 不可以立即調校 Recuperation 否則減速力會更加主動 這部車很足夠 這部車用大 1 吋 19 吋 TIE LINK 我覺得這部車夠夠了 這部車高一點 你會覺得身體擺動會比 J01 更多 不過完全沒有影響 它的彎一樣是這麼漂亮 很好 一個很基本的米芝蓮 Primus 車胎 也有這種Grip 很厲害 Torque Vectoring 亦很好 在彎中很佔盡 比有內部的輪胎 一直咬著彎 可以令車一路扯入彎 這部車的避震設置 我覺得比 J01 更軟 在大帽山剛好 完全吸收了震動 令車有一個很穩定的表現 電動車來說 這部Aceman 的尺寸 駕駛操控感 亦是很能力的 它有一個很紮實的車架 另外整個駕駛的 feedback 做得很好 我覺得這部車的駕駛 feedback 更好 比剛才的 J01 更好 剛才那部在某些彎上 比喻或加減速時 你會覺得輔助力有些變化 即不是駕駛的輪胎 而是輔助力 這部車的變化會較少 整個感覺會較 linear 兩部車的駕駛的輪胎 都差不多 很快 很銳利 這部車可能因為配了 19 吋輪胎 它的路面感我覺得較強 這兩部 J01 和 J05 的 Mini 我覺得它在 Momentum 控制做得很好 當然它的電量不太大 所以整個車身的重量不會太高 在彎中的動作是比起其他電動車靈活很多 尤其是 SUV 的車型 當然這兩部車體積亦較小 這兩部車 貫徹Mini 的特色 好 試完這部 Aseman 我們便會換另一部車 試試Countryman 好 現在我們來到欣澳 便換車 我剛才駕駛完這部 Aseman 然後便會駕駛Countryman 今天我試駕這部是 All4 的版本 All4 的版本 64.7kWh 另外它是前後馬達四驅 買力331匹 扭力494Nm 這部車0-100km 5.6秒 它的 WLTP range 可以達到 433km 支援到 130 DC kW 快速充電 這部車大家都知道 它的底盤號碼 這部是有一個 JCW Package 你看到它的紅色車頂 還有全黑色的兩黑色包裝 有一個 JCW Link 整個車是跑格很多 不過它這部車更貴 這部車是 529,800 我這部車最喜歡的風格 其實是豪華一點 你看到它有金色 這些金色的配色 連接是金色 然後這裡有一個 All4 的紙 它代表了四驅 我這部車是 469,800 一上來這部車 這部車是整個空間感 整個豪華感 比之前那兩部車強烈很多 基本上整部車廂設計 這三部車都很相同 亦有一個 240mm 的大型屏幕 中間下面的 Toggle 按鈕是一樣 不過在下面的中控台的編排有少許不同 這部車兩邊的空間的感覺是寬闊很多 先用一個 Go-Kart 模式 我們現在在欣澳出發 會去 Rosewood 酒店吃午餐 主要都是一個 Highway 的體驗 這部車一開起來有一個大車的感覺 是一部比較大型的 SUV 它的車重其實都超過了兩噸 剛剛兩千多 kg 這部車的輸出較大 它一比油的力量很順暢 一點都不唐突 但有很強大的扭力 可以即時放鬆出來 亦是電動車的很大的優勢 其實三輛 Mini 如果我買 Countryman 一定會買四驅版 因為如果賣前驅就可以賣 Aceman 除非你要一個很大的空間感 但如果上來 Countryman 我都會傾向買一部四驅版 即是 469,800 即是我現在試用這個版本 一來是 Power 會大一點 二來就是四驅配這麼大的車 譬如下雨 整個 Traction 會比前驅版更強 Countryman 的優勢就是它的空間感 以及整個尾箱的容量大很多 即是一家四口 這部車的實用性會更強 如果以電動車來說 其實2000 kg 都不是十分重 不過相對起剛才我駕駛的 J01 或 J05 這部車的動態 的管性很明顯是大一點 好 駕駛完三部車的總結是甚麼呢 我最喜歡哪一部呢 當然是 J01 啦 哇 很棒 比我想像中更加棒 我都預期到是一部很好駕駛的 一部 Mini 的電動車 但真的沒有想過是可以優勝過之前的JCW版很多 很吸引的 但如果我真的買的話 我都會等到那部真正的JCW版 哇 真的很期待 不知能夠再提升多少呢 這個駕駛激成感 第二部就是 Acemon 即是如果有家庭 又想有一個很開心的直接駕駛感受 我都會建議大家買一部Acemon 即是它是有三門版的一個 有一個 Agility 啦 而又有一個實用性 五座位還有一個尾箱 這部 Countryman 呢 我自己來說 就太大價了 即是不太適合我 但在舒適空間 所有豪華感方面 這部是贏了兩部J01 或J05 如果這部車我自己買即懷 我都會買一部四驅版 因為會有更大的分別 始終它前後馬達的力量會更加強 不過都是要看自己的預算 即是這部四驅版和入門前驅的 Countryman 都欠了十萬元的車價 都是很厲害的 好 來到Rosewood 酒店 我們在這裡吃午餐 完結了今天一個大半天的試車行程 三款Mini 都可以試到 今天很滿足 兩日表明 const呢 不是 算是 明星期六 來 吳 有 有 感谢观看